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0月24日 星期一 新一屆的二十大塵埃落定 政變已經成功 習近平 也可以說開啟了他的習家王朝 這個王朝 基本上跟以往的共產中國是很大區別 除了一貫的殘忍之外 以往的制度都被習近平 一一打破了 他第三度連任 新一屆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員 亦破格起用大批的心腹 當人評論說 李強入賞 充分體現習近平 完全掌權 由一些絕對忠誠的人去執行極端的路線 中國走向 比毛澤東時代更專權的狀態 甚至跟朝鮮、伊朗類比 又說新領導層全部都是習近平的秘書班子 缺乏式 經濟的人選 令到中國經濟加速崩潰 這個絕對啦 就算這群人懂經濟也沒有用 劉鶴懂嗎 根本也不懂 是不是 好了 新一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選 公佈了 第一個當然是習近平 之後 只有王滬寧和趙樂際 兩個是連任 其他 都是新人 那麼這幾個新人 當然就是 沒有甚麼行政經驗的李強 他除了是上海市委書記之外 對國務院一竅不通 現在就做國務院總理 是不是 那麼李強 為甚麼會上到這個位置呢 當然就是 他是以前習近平的大臂 也在上海幫他執行嚴格的清零 大家看到上海清零 搞到天怒人怨 中國經濟崩潰的李強可以上位 大家都猜到了 現在的中國 就是 太監公公上位 當然還有一個蔡奇 也是太監 幫北習近平 因為當時習近平覺得風水不好 他去了那裏清除低端人口 其實那裏的人不低端的 一套別墅要三四千萬的 但是都被蔡奇全部掃走了 他說你低端 你就是低端 丁薛祥 現在是現任的 之前是中辦主任 現在是中辦主任 現在是中辦主任 還有李希 廣東省委書記 這次進來 廣東省是唯一一個 對香港 有認識多少少的人 這次進來 接下來我猜 是會加強去炮製香港 以及吸乾香港 找李希入局 我們另外 另外開節 要講這個李希 這一節 其實就不是 逐個逐個常委說 而是主要跟大家說一下 這次 新一屆的政治局 以及 在 23日 星期六那場政變 其實 嚇死了很多藍絲 這些藍絲 是看到 胡錦濤 胡錦濤是 你們自己人來的 前任總書記 你也這樣對他 接下來的 中共 可以說 不會再講任何的規矩 當他不說任何的規矩 也不再講他以前 以往他們遵守的制度 他們只是計算政治漲 不計算經濟漲 所以上海封城 基本上使得上海經濟崩潰 他是不理的 上海經濟崩潰的李強 可以 做國務院總理 現在黨內排名第2位 大家就知道甚麼事了 即是說接下來習近平 不介意封城 不介意封城 而且真的要另外開一節就說李家超 北京市委書記蔡奇 在二十大支持的兩個月就說 未來五年 我們中國也要堅持動態清零 已經預示習近平要繼續做 當時他已經覺得了 或者他已經知道他們要政變了 習近平要繼續做 要多清零五年 大家想一下 為甚麼你李家超可以 不清零 為甚麼你的防疫政策去到0加3 好了 現在 清零是他們的主子 我想問一下大家 他們以往為了鬥倒政敵而清零 現在政敵被他們全部都清除了 把政治局都踢出了 要不要繼續清零呢 你覺得呢 當然現在 中央就不會有任何制裁 因為根本就不會有任何反對派 沒有人可以說到任何的說話 提出質疑 問題也有 也會產生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你的經濟還搞不搞下去 好了 那麼我們 這一節講講 很多那些藍絲 為甚麼他們那麼擔心呢 就是因為現在這一群人亂來 以往 即使你說共產黨也好 他們也是 大家也是打算發展的 他們呢 最重要是你不跟他們說政治 你跟他們說生意 跟他們說經濟 他們一定歡迎 無人歡迎 以往的共產黨是如此 江澤民時代是如此 胡錦濤時代也是如此 只要你 不是反對共產黨 只要你告訴他們 我只是想做生意 我只是想國家好 他們一定歡迎你的 現在 沒有意志過仔窗 現在最嚴重的就是這群藍絲 尤其是 在大陸投資 那群商界 他們是最震的 震過貓王 原因就是以往那一套全部不對 現在你要 掌握習近平的喜好 而且 習近平的喜好 好像不是太喜歡有錢人 不是太喜歡民營資本家 你看到他怎樣對馬雲 接下來 對馬雲的手段 會在所有資本家那裏用 我們在大陸的網上看到 很多那些 就算是小粉紅 一向都愛過那些 不是在監裏面給人家發帖 扣刑罰 那些 去減刑那些五毛 真的是那些 一心愛國 愛黨的那些小粉紅 他們都覺得世界末日 因為 所有的謊話一次過打破了 原來我們黨是這樣的 是一群土匪強硬來的 而且土匪 這個世界 有人說一句說話 以往 土匪也會說道亦有道的 現在不會了 土匪的頭 竟然是會對上一個土匪的頭 用那麼殘忍的手段去對待 直接 就把他帶走 只是差一支警棍而已 只差一支警棍 亂棍就勾死他 或者勾運他 跟著就把他拖出去 除此之外 其實 不會差很遠 他是上一代的 第一把交椅 他也是因為當時跟江澤民鬥氣 自己也不連任這個軍委主席 做多兩年才交給你 因為江澤民做多兩年才交給他 當時每個人都傳他可以做多兩年才交給習近平 習近平就沒有辦法 即時掌權 也沒有辦法動那麼多人 好了 結果 胡錦濤把所有東西都交給他 拿退 換來四個字 叫高峰兩節 習近平說他高峰兩節 到了習近平要交出 權力的時候 他當然是不交給你 不單止不交出權力 他還要拿你手上的權力 這次我們看到這場政變 可以說是習近平赤裸裸的 告訴大家 他們 已經是準備好了 把這個國家巨為己有 最大問題 以往的共產黨 他 其實所有都是他的 不過 他也容許你一起發財 他事後 去掠你 去敲炸勒索 是嚇緊的 不過 怎麼也不會 要你死的 因為 你只要繼續發財 他可以繼續賺錢 這個是以往共產黨的做法 最近 已經改變了 現在共產黨是要你死 要掐死你 所以他們知道 未來不能生存下去了 現在所有大陸的藍絲 大陸的小粉紅 也有藍絲的 我們不理那麼多 我們只是要做生意而已 你做自己的東西 我不懂的 我們也不理我們小市民 很多這種人 我們通稱他們為藍絲 小粉紅也一樣 他們只是覺得愛國愛港 愛國愛黨 現在問題就是 他們現在要跟 習近平鬥快 想辦法要走 因為接下來 不知道你會做些甚麼 其實也知道 大家預計得到的 就是 接下來他就要閉關所局 那個邊境 不知道會不會 即時關閉 根本 他就不會跟你說任何道理了 現在他們都不知道多想走 其實我覺得最振的應該是香港 澳門 他這麼極端的手法 對付香港 澳門 一定不會受緣 你想想 在習近平心目中 他是要 做21世紀馬克思 你知道馬克思是要甚麼的 要消滅資本家的 消滅資本家可不可以容許你在香港炒股票呀 可不可以容許你在香港做生意 炒樓發達 當然是不容許大陸也不容許的 不單止如此 澳門開賭場 這些簡直是 資本主義裏面最腐敗的一項 開賭場 有貴賓廳 怎麼可以由習近平容許的 所以港澳 我覺得 他一定是很大力去對付 一定是自動貼貼伏伏 搞到你們死去活來 港澳 那個問題我們也會另外開始講 這節 主要講 其實香港 有一批小粉紅 或者那些藍絲 也是一樣的 他們已經聞到朕脫 其實 很多人已經先走 經習近平連任 他們 因為西方媒體全部都講習近平連任 有些人已經走了 部分去了英國 部分去了台灣 部分去了加拿大 很多都去了加拿大 為什麼那些藍絲呢 他也不是說支持警察殺人的那些藍絲 他純粹就是 我甚麼都不想理 我只是想賺錢而已 其他東西我不知道 你不要跟我說 是那些藍絲 那些 很多人已經知道 不行啦 此地不宜 趕快走回加拿大 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 你在香港有沒有資產 要趕快賣 日後也不知道 那層樓還不屬於你 一個政策又下來了 你覺得你就行了嗎 你不走不走的 你不夠快的 大陸的人也一樣 大陸朋友也跟我說 現在我們怕不夠快的 大陸有些朋友不是小粉紅 不是藍絲 大陸也有些支持我們 我們也有人回到廳廳 他們也感覺到已經很危險 翻牆的人 最近這幾天我們有個在內地的聽眾 他特意拍了幾條影片給我們 公安上門 警告他不要再翻牆了 你看這些東西 跟公安吵架 把這段影片拍 他說 現在 逢是你哪個翻牆 公安都會上門 勸喻你不要再翻牆了 不要再看那些東西啦 沒有益的 不然 意思就是警告你啦 你下次再翻牆了 帶你回去公安局 就是這樣了 所以裡面的氣氛也很惡劣很惡劣的 這一節 我們先跟大家說了那麼多 因為那些藍絲 其實他們 處境真的很惡劣 因為他們 這個國家 現在呢 突然間告訴你 這個國家 可能好像老毛那樣 當年 就是什麼人都不放過的 他們會鬥死任何一個 你想 表忠 也表不前 因為現在這班人全部都是很極端的 你有錢 就是罪 在上海他也是搞的有錢人 他有錢人照搞的 不會因為你有錢人而不搞的 所以呢 他們比香港更震動 當然香港也不是很地方 這一節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裡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發展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的連結 就有Discount